新西兰国家队今天出场阵容 三号道格拉斯 五号派瑞 六号维尔金森 七号埃利奥特 十号杰克逊 十一号恩格塔 十二号阿特金森 十三是十五号维萨里斯 十六号格雷格里奥 十八号史密斯 二十号伊克尔森 左侧移动 掠起之后 后插上的头球部门 新西兰队同样也是中国要路 非常的惊险 新西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攻势 通过右路起脚船中 身材高大的中国队的门将 二十二号将军 是出现了扑球脱手 结果在后门柱附近 对方埋伏的一名球员 投球空门 我们再看一下 起脚船中的是五号 乔纳森佩里 将军 像这样一次的扑球脱手 作为将军来说是完全的不应该 结果造成对方的投球空门 信而是中国队门前 有人补位 将这个球挡出了底线 新西兰队脚球没有形成威胁 进去外直接大力的远射 十二号 中国队在中前场 B场的范围也很大 好 机会 直接一下射门 从开场的情况来看 中国队在中场 新西兰队的主教练是 德格戴尔 肯尼德格戴尔 中前场 直接一条远射 边路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机会 球没有控制住 刚才这一招 极具威胁的远射 来自于四川全新队 身后退人 张恩华 球船都不错 我们看这 新西兰队呢 还是打这种 自己比较擅长的 携船 冲掉的进攻呢 对中国队的威胁 比较大一些 刚才这球是左路 任一球快速开出 斜掉禁区远端 由自己的边后卫 五号强大森佩里 助攻到禁区里面 投球攻门 赢得一个小球 很好的机会 但是这条射门 没有能够打向 中国队球门的位置 二度传中 投球攻门 打在门柱上 再投球攻门 非常的惊险 非常的惊险 这是上半场比赛 进行到四十分钟左右 整个中国队门前 新西兰队一浪 高过一浪的攻势 但是队不上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半场呢 中国队是换上了来自山东 鲁能泰山队的高中锋 宋茂珍 新西兰队在上面 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队这次进攻 由于对方的防守球员摔倒 中国队很好的机会 推过来 直接一下射门 漂亮 8号离铁 中国队在下半场 攻入一球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的前卫线上的球员 特别是9号马明雨 后插上的进攻 应该说是对对方的门前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而刚才这一次 我们看孙建军 非常冷静 将这个球推过来 禁区线上离铁 脚弓地推射 好的 中队后场这次的 传球不测 宋茂珍 还有机会 直接起脚射门 漂亮 中队刚才在反击当中 禁区外直接大力软射 对对方的后防线 倒是有极大的威胁 甚至宋茂珍 自己在反击过程当中 一脚远射 险些 是突破对方门将的食指观 然后撞人 废话太多 威尔金森已经有过一张黄牌了 这样第二张黄牌 新西兰队的六号威尔金森被罚出场外 中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整个后防线是明显的防守的质量提高 好的 中前场将这一桌抢了下来 到新区里面 新西兰队的门奖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已经是 真是要命啊 刚才这一次 从进去外的整个船机突破 到船球给左侧 形成了绝好的进攻射门的机会 横扣过来之后 一找射门 居然是打得自己